像秦大艺术家 说我错了 你错到哪了 我哪都错了 那为什么哪都错了 没学明白 那就说明我们交流问题 不是 怎么别人明白你不明白呢 三年时间还是有点短 你来几年了 他来三年 他三年 他不止三年 他在咱们学校还待了 学校待了几年 一年半 正式演出三年 上台演出 好多观众还纳闷 怎么秦萧贤都来这么些年了 都没来得及 还没给他说过活 头一回在我跟前说 这不新鲜 张九龄 王九龙 这都来多少年了 才上家说活 有一回半回 带了一回八卦 北战演过去八卦 给我们臭骂 提携一下 然后下来之后就告诉你俩 你们连正常的日常 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都不会 别看你们俩还很用功 张九龙好像很用功 自己设计了 那些个板块桥段如何如何 没有依据是人话 然后叫到家里去之后 又给他说 说完看眼睛 看得出来他也不服 因为他觉得他下功夫了 他研究了哪句话 哪句话 特意的如何如何 这还是就这样 你要明白了 你早就明白了 还有我告诉你 你听完我这你没懂 你甚至还觉得心里窝火 那就说明你还糊涂着呢 所以那天之后就让他们好好去练去吧 离着吃人饭还早着呢 这一晃这几年了 两三年了 而且这没说过活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你问过郭老师 对 你找师傅说 师傅您给我说说 你找过吗 如果你要没找过 这没有上杆着呢 你说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给你讲这个道理 举一个例子 你就看网络上 不管你看什么哪个客户端 看个新闻 看个热 看个那个 你看好多热心观众 不管是相声观众 京剧的观众 唱大鼓的 听评书的 这些热心观众 他都能在网络上 甚至微博上 烧饼这段说的不对 秦小贤这两句唱的不对 应该怎么唱如何如何 这就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所有的人 你说谈京剧 这些爱好者们都能告诉你 京剧应该怎么唱 谁好谁不好 但是他没在这行呆过 在这行呆过你才能知道 我这句唱的不对了 那个真正明白的人 人家才舍不得告诉你 你得给人家花钱 上人家去 管人叫爹 给人叫好听的 给人伺候高兴了 三年两年了 人家觉得你有样了 才告诉你 你那句不对 应该怎么唱 不到这个份上 人家不会告诉你的 所以说他上赶着告诉你 哪不对呢 他那就叫胡钦 他对不了啊 你就看一个相声演员也好 唱戏也好 你看他水平高低 你怎么看呢 你就看他是不是 特别愿意教别人 这种一进后台 哎呀你这个不好 你那个应该就这样 你如果如果 我跟你来一遍 他一毛钱都不值 因为真正会的人呢 他可懒得给人说了 因为这个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跟你说 然后呢 倒不是说 说保守不保守 是另一回事 最基本一点就是啊 把我也得累死了 把你也得气死了 你也听不明白 所以说不费那个劲 你知道吗 只要是上赶着告诉你的 他就是不对的 百分之一万是这个道理 懂吗 所以说在咱们家来说呢 第一就是 咱不是外人 那你比如秦小贤 张三李斯 我自个家的孩子 咱们孩子也多 你们也有你们工作 我还有我的事呢 就得对在一块 啊 比如说可以问问 师傅哪天在家 哎我上家去 聊会闲天 然后有一个地儿 我没闹明白 你跟我说说呗 哎这就可以了 我上赶着问 我也没那么大功夫 天天的 我不能挨个的 是吧 张三你那句会了没有 李斯如何如何 这也不成啊 这个 明白了吗 这得你找我 这不能我上赶着找你 明白了吗 哪怕是跟师傅闲聊天 他也是在进步的过程 起码厨艺还能长呢 真的 其实聊闲天 比说正文还长能的了 真的 这个聊闲天 天文地理 什么后台的奇闻异试 老先生的故事 某次台上的诗目 就这东西聊一聊 他比那个正经的 教给你一段还管用 因为咱们其实到最后 他就是教会你那种感觉 你对艺术的理解 这都是上课 你跟你千尔大爷喝酒 聊闲天 他给你讲了小时候 什么玩鸟儿淘气啊 在取团学员班的 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 这些东西对你都会有帮助 因为你把这些玩意儿 都会用在你的火里边用在你的台上 你不要以为那个 哎呀不行 他必须教我这个ABC 教我被惩罚狗爵 那个不叫 不叫善客 那是另一宫字 懂吗 还得慢慢来 你们现在是不是后台也不老杂卦的 后台都不说话 你们怎么锻炼 为什么刚刚老跟师傅聊 那是小时候老在后台 师傅老跟于大爷他们闲聊 你能听进去 能听懂 能跟着人家节奏是一方面 再一个 你要是能塞一句 这特别合适的 能电一下 你能融入进去 说明你比原来强点了 你要能塞一句 你千尔大爷能乐了 他得爱死你 对 他就觉得 这个孩子真好 还真喜欢你 跟那块聊天杂卦 哪怕胡说 你能把他逗乐了 你千尔大爷得爱死你 这什么学子 这说像真是分好多种 咱们这玩意儿 太好玩了 其实就是研究人 真的 你想啊 人家观众都会说话 花钱听再说话 那就是因为说话里边有学问 就是你说的话值钱不值钱 人家门口俩大爷 退休大爷 坐着三车车 拖一广网子 喝啤酒 聊天 你听人说的也好玩 几个老头也乐得嘎嘎的 也唯一帮人坐这听 对不对 一样啊 对吧 今天真的太感谢师傅 给我们这么用心的准备了一桌子菜 后来你猜怎么着 你说话呢 你要总结了 你是要再流程 来 小峰开始了 这太愣了 咱这个 从第一期开始老训咱们了 今天咱们也给师傅提提意见 好 第一我要给您一个建议 以后您收徒弟 尽量您都认识认识 再收着徒弟 哪怕给您跟个包呢 咱们不为说真让他干活 就哪怕在您眼前晃晃 您也心里有个谱 这孩子怎么着 对呀 这跟包真是学大能耐的地方 就是这师傅这水什么时候给递过去 想喝不想喝 得泼脸上 这递过去的时候这水温合不合口 这鞋要脱不脱 我不能自理了我已经这么多了 不是就说这眼力见儿 这凉毛巾什么时候拍脑袋 别这一张 这有过呀 以前大侠 好 在大南之前我那个助理 您听得名的大侠 大侠 人家家里边上下三辈都是电影电视剧的五行 你得这么想 但凡在武术方面人家能这样的话 他性格就比较耿直一些 没有这么弯弯照 夏天有一次拍戏是采访的我拍戏 热的都不行了 真是把人古装把人热晕了 他也是好意 等着我下来之前 他把这毛巾弄湿了 然后拿凉冰块 这不是凉 凉都不行在手里等着我 拿眼贼着我 我终于从那过来 好 这条过了 我回来往这一坐 这凉毛巾 哭 扣我脑子 绝对是好意 这还真绝对它是好意 差点就热伤风啊 他就想让你这样 你凉死你凉死你 还有一回呢 这个鸾云平给我找一个助理孩子 那孩子挺老实 但那孩子有一特点 这个手不利索 也是 我这有采访 记者跟我面对面说话 这孩子呢怕我渴 他拿着我的保温杯 里边装的热水 他拧着盖 我在这儿 记者在这儿 他就在这儿 他就等着我 拧着盖 太难拧了 里边热茶 领了领了 终于开拔 新换的新福 就当年他们干的事 咱这些助理 您余老师的助理 余老师想当年上沈阳逛鸟市去 去之前就说 咱们呢 悄悄的 我把帽子压低一点 口罩戴好了 眼睛上得了 咱们低着头去 鸟市 人山人海都是人的 咱们低着头 不会被人发现的 于是一帮人就去了 刚下车往人群里一溜的 他这助理 都拖开家 余老师来啊 好家伙 这一万人看着 有能缺陷人现在还在吗 谁 就是大侠 都改消字了 还叫消贤 大侠后来拍戏 还做影视的 谁还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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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得了 就不得了